朱瑋 周三佳 朱長佬 朱瑋 周三佳 朱長佬 朱瑋 周三佳 朱長佬 這個星期就帶來了一班的導演姊妹 這個時候就在高雄的福興教會 和障礙家園去參與服侍 希望大家都在土谷裡面去紀念他們 接下來就到我們今天正道的時間 我們今天的講完就是大家都很熟悉 經常都會見到他 不過是否第一次在主日裡面分享 就是我們的同工譚見傳道 請譚見傳道為我們正道 上次記得分享就是八佛封球 變成兩堂、第一堂 所以這次就可以… 不是呢? 不是今年年頭講過一次嗎? 不要緊,大家午安 我是父興教會的譚見傳道 我在教會也是幫忙很多社區的工作 長者的服侍 今天想分享的題目其實是和敬拜有關的 大家可能覺得奇怪 敬拜就是我做社區服事的 和敬拜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敬拜是…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敬拜者 所以其實敬拜除了在台上 我記得以前有個年輕人來找我 當時我們乘飛機 在韓國回來香港 那個年輕人跟我說 阿健哥 我將來要做一個敬拜者 哇,挺好的 他要做一個在台上的敬拜者 我跟他說 敬拜不一定在台上的 蛤? 不是在台上才敬拜的嗎? 這是什麼意思? 原來這個年輕人 有時候會有一個觀念 要站在台上唱歌 懂得玩樂器 或者彈樂器 或者有那種教會 叫做領袖 組長 要去到這樣的程度 才是一個敬拜者 所以大家又怎麼看呢? 這裡有一個問題問大家 我是不是一個敬拜者? 我是不是一個敬拜者? 像剛才所說 很多人會看敬拜是唱歌 要懂得唱歌 才可以去敬拜 所以有些小組很頭痕 哎呀,真的 我小組裡沒有人懂得敬拜 意思是沒有人懂得唱歌 一唱歌的時候 他們覺得走音 他們覺得其實很好 他們覺得怎麼辦 有沒有人幫我們 教我們去敬拜 有些人會懂樂器 敬拜者 是否有這些條件呢? 要懂樂器 我自己也懂一點點 我主要是打鼓 然後有一點點彈結他 我自己也享受在樂器裡面去敬拜 在彈結他的時候 一邊去彈 雖然未必有一個很厲害的技巧純熟 應該說 那麼多東西 但是原來有時候單單叫了一個很簡單的曲 敬拜上也很有感覺 一邊在自己的家裡唱 挺有感覺的 是不是這樣呢? 第三 真的在台上 就像那個年輕人一樣 要在台上的 帶敬拜的 那個才是敬拜的人 所以有時候看到無論家或者小組 在敬拜隊又在服侍 通常去到的地方都要負責敬拜的服侍 是不是要這樣呢? 第四 靈命 這個似乎很重要 很對 靈命 也有問題 其實什麼事情 什麼情況 我真的見過一些有什麼狀況 在一些場地敬拜的時候很投入 也會用很多經文 也會用很多祈禱 但是原來當他在生活裡 當他和人際關係遇上一些困難的時候 他就會一聲就走了 人都沒有 因為他面對不到 所以原來有些狀況 從外表看來 或者是一些外在的行為看來 好像是一個敬拜 或者是一個很成熟的狀態 但原來在他的生命裡 都有一些他要成長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 我是不是一個敬拜者呢? 我不是去否定或者反對 我自己也很享受 在這些環境裡去敬拜神 但是我相信 我們每一個真的去敬拜神的人 我們不會單單只有唱歌、樂器 或者站在什麼地方 而在我們的生命裡 我們會有一個敬拜祂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 就是叫做無聲的敬拜 無聲的敬拜 所以接下來我就會不說話 直至到山場 說說說 無聲的敬拜 什麼叫做無聲的敬拜 我很喜歡這張照片 因為當中有十字的樣子 這張照片是一個 城市的路口 我們叫做十字路口 我們叫做 我會用照片裡的象徵 十字代表耶穌基督 這張照片裡除了有馬籠之外 看到最多的是什麼? 把馬線也不夠多 哈哈 最多人 人們會去不同的地方 他們有不同的目的 他們可能會去上班 可能上學 可能一家大小出來玩 可能出來輕鬆一下 可能甚至乎有些人 在家裡不知做什麼 在遊蕩 他們走來走去 他們有各自的方向 但是他們 都會為他們的生命 付出了很多他們的時間精神 很多的努力 所以特別 我想把十字架放進去的時候 當我們人 在教會裡 學到很多東西 很多的生活 但是當我們回到現實的生活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把耶穌基督的救恩 帶到我們的生活裡 有時候這些未必真的要發聲 而是一種我們的價值 我們的行為 去表現出來的一種生活 所以一種無聲的敬拜 其實會去承托我們的生命的時候 當我們再去發出有聲的敬拜的時候 是一個很真實 也很感恩 將我們裡面能夠呈現到 在神面前的一個敬拜 所以今天我很想說這個題目 就是一個無聲的敬拜 再下去的時候 我會先說一個名題 這個名題就是什麼呢 你是一位敬拜者 跟你隔壁哥說吧 你是一位敬拜者 行不行 意思是什麼 就是無論你覺得自己唱不唱到歌 在台上 又或者懂不懂樂器也好 我們每一個都是敬拜 我們每一個都是敬拜者 行不行 這是我們想和大家說其中一個題目 剛才我們一開始也提到 有四樣 很多時候人們會覺得 滿足了這四樣條件 我們就可以是一個敬拜者 接下來我想用一段經文 去帶出兩個元素 什麼是敬拜者應該有的元素呢 我們一起讀 《拜太福音》六章 一、二、三 你的財寶在那裡 你的心也在那裡 這裡說到 一個敬拜者 必須要有兩種元素 是什麼 有心 還有 財寶 財寶 什麼叫做財寶 確實 按經文的脈絡 一直去看 因為一會兒都會提到 六章二十四節那裡 亦提到我們不能侍奉神 又侍奉馬末 即是說一些實際 可能物質上的豐富 供應的財寶 其實在背後的生命 這種財寶是說什麼呢 財寶呢 是說人手要去追求的事情 什麼是我們手要去追求的事情呢 各位弟兄姐妹 或者你未相信也好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追求一些事情 從小到大都一直在追求一些事情 我的女兒 現在兩個月 昨天剛剛兩個月 滿月了 她都在追求一些事情 你知道她在追求什麼嗎 喝奶 她現在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喝奶 她什麼都不知道 我兒子差不多兩歲了 你知道她最重要的追求的是什麼 玩 我喜歡玩 我喜歡玩 去到哪裡都經常都在玩 但我發現原來在她裡面 慢慢觀察 她最重要追求的是什麼呢 是父母 可以嗎 是父母 為什麼呢 每一次玩 她是要父母在這裡跟她玩 她才開心 就好像自己玩不開心 有時候 現在哄她吃飯 是什麼呢 吃完飯 爸爸跟你玩Nego 其實Nego不是真的玩Nego 總之玩一點就開心 但是重要的是她覺得 有爸爸跟她玩 她就真的很開心 馬上去吃飯 所以有時候跟她玩玩 她有個位置 自己玩玩玩 然後進去 什麼都玩一輪 玩了一半 如果她趁她不小心 我走了 她就會 爸爸玩 爸爸玩 可以嗎 所以原來發覺 一個小孩的成長 父母是很緊張的 很緊張 所以跟她說 你的兒子很緊張 你的女兒很緊張 你的女兒很緊張 可以嗎 是很重要 真的很有趣 因為有時候我做了很多事情 她自己會做出來 她每天都在觀察我 在做什麼 在觀察老婆說什麼 很搞笑 有時候我老婆說 奶奶多謝你 可以嗎 什麼叫奶奶多謝你 就是多謝我媽媽 然後兒子說 奶奶多謝你 她說 叫媽媽 一直在看我們做什麼 所以她很重要的父母 在她裡面 然後有什麼重要 其他有什麼追求 女士 當然未必過百分之百 女士很多時候 我看到她的追求是什麼 愛情 為兒子死為兒子亡 笑的 你也經歷過 有時候我們在教會裡面 真的要面對明知的姊妹 衝過去 一定有很多狀況 但真的有時候 有很多討告的需要出來 所以我們知道 當然未必過的也是 再次強調 未必過的也是 但我看到很多姊妹 因為在我們牧養裡面 或者女士 也有這些狀況 為了愛情會放上很多的東西 所以 也提到 剛才敬拜的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就是心 什麼叫心呢 就是人 擺上有多少的精神時間 看你究竟擺在什麼地方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 就像剛才的例子 女兒要吃拉 是她的財寶 那她怎麼花她的精神時間 看來呢 哭 不停叫 一肚餓就叫 叫到媽媽肯餵她為止 這是她擺上的精神時間 所以 原來我們每個人 其實我們都有 我們要去追求的事情 不過有一個實況 在聖經裡面也提到 剛才我也提過這段經文 我們一起讀這段經文 一二三 美門不能又是奉神 又是奉馬門 六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節 這裡說得很明顯 耶穌是一個提醒人 對於當時的猶太人說 你們不可以侍奉神 又侍奉馬門 其實這裡反映一個實況 實況就是人 又侍奉神 又侍奉馬門 這是一個當事人心態的實況 他們既在神裡面 服侍神的人 但一方面他們可能為了 錢 馬門正在說錢 為了利益很多事情 他們擺上了他們的精神 時間體力 所以其實在這段經文 耶穌提醒人的時候 也反映了一個狀況 人是不能夠專心去敬拜神 這是一個實況 因為在我們生活裡 確實遇到很多問題 或者一些環境 就算我們同工 有時候我們在教會服侍 在主日這樣計 我有時候也提醒自己 走樓梯 我不知道你走樓梯回來的時候 你帶著什麼心情 我走樓梯的時候 有時候刻意提醒自己 走慢一點 不要走那麼快 留意一下周圍的人 他們說什麼 他們的情況是怎樣 為什麼要這樣提醒自己 因為我們同工很好 當在教會裡面 例如說 那個圖桌塔突然看不到 我們要怎樣去衝 怎樣去救忙 可能不知道在哪裡漏水 又要去安排很多事情 所以 我記得有一次 阿敏司長在那裡 我覺得那個提醒挺好的 因為有時候有些報告 她要做主席 有時候要通知她 我上去她的時候 敏司長在那裡提醒 下去專心敬拜神 可以了 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好 所以 原來在人的生活 在教會這樣計 很多事情都令人分心 我們出了教會以外也是 我現在也很深體會 例如我們在小組時間 我們現在周三家 我們那個組很好 個個都生兒子 生兩個 其實我們整個教會 都知道很多嬰兒出生嗎? 很開心 剛才也看到Danny那兩個 有兩個 個個都是兩個 挺好 在小朋友的過程 我們小組都面對很多的掙扎 我們小組晚上七點半開始 我們希望九點半完成 我們目標是九點半完成 但往往都是十點 十點幾 在這個過程中 父母就有很多的掙扎 以前沒想到 以前很瀟灑的 去旅行就去旅行 玩就玩 在教會睡就去睡 在結婚的時候 我老婆說 我們千萬不要再在教會睡 想我多點放時間去家 然後面對一些小朋友 現在一上學的時候 我們九點半就要很緊張 快點睡覺 但九點半 希望他在床上已經在睡覺 但九點半小組的時候 我們去哪裡 在教會還未能走 所以我們這些做 當然不是一定要這樣 不過我們作為父母 我們都要平衡 究竟我們的生活是怎樣 令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去顧慮 在專心方面 慢慢我開始明白了 其實這不代表不專心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生活中 在教兒獄女方面 我們可以教好他的時候 其實也是對神一種的專心 不過當我們面對這個環境的時候 我們的掙扎如何調整呢 當然我們在教會中 我們比較容易處理 或者有真理去教導 但當我們面對這個世界 有價值去衝擊我們的時候 都會令我們分心 我記得那時候 我寫了一個媽媽 她跟我說 我兒子回了教會 不是香港人 我兒子回了教會 開不開心 很開心 很感恩 我很替他兒子開心 我回了教會 然後媽媽就說了一句 沒有大字 人生最年輕 最應該賺錢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回教會 知道嗎 應該出去工作 每個人 九叔的兒子有幾層樓 哪個兒子有幾層樓 你回教會有沒有搞錯 很不喜歡 有些挑戰在裡面 在神的生活裡面 原來當人的價值不同的時候 他們都是在追求他們的東西 所以他們覺得 回教會是很浪費時間 沒有大致的事情 大家是不是這樣看 不是 是吧 感謝主 所以說 在這個世代 有很多東西 令人去分心 不能夠專心去敬拜神 如此同時 其實人在生活裡面 都有不同的敬拜對象 不同的敬拜對象 那個未必是上帝 可能是我們生活裡面 很多的狀況 所以接下來 我會引用一些例子 在整個社會裡面 他們未必是信耶穌 但他們也有不同的敬拜的習慣 或者生活 這些是什麼人 SIS 他們也有他們的敬拜 他們也信神 他們也信有天國 這也是他們的財寶 他們很努力為達到這個財寶 花了他們的精神、時間、體力 在當中 他們會花什麼精神、時間、體力 他們的命 他們會自殺式、炸彈、襲擊 當他們覺得殺了這些人 他們在天上有賞賜 這是他們所擺上的 他們所敬拜的地方 還有運動員 這個是剛剛今年的 他們的財寶是什麼 就是那個杯 或者是那個 大家一起努力成功 贏到最後一場比賽 那個環境 那個心情 是他們所追求的 所以他們擺上的 什麼精神、時間、體力 他們的練習時間 對吧 這些是他們要擺上的 很多運動員都是這樣的 中國玩得很厲害 那些跳水那些 哇 小時候就開始 六歲、七歲、八歲 他們已經整個人擺放了時間 在裡面 有些就較為被動了 可能在我們整個香港 都很嚴重面對這些問題 就是一個濫藥吸毒的問題 他們也擺放他們 他們也有他們的財寶 他們認為這些就是他們的財寶 這些毒品就是他們的財寶 花多少精神 花多少的金錢 花多少的人際關係 家人沒有關係 也好 我也要去吃這些東西 那次我記得聽了一個講座 阿永他們說 我覺得我都很佩服這一群人 他們什麼都可以做工具 就是打火機開一個工具 益力多瓶開一個工具 用盡所有辦法 就是為了去吃這些東西 他們敬拜在這一方面 接著還有什麼呢 兒女 這些都是我們很常面對的問題 兒女可以是很多父母的財寶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為了子女讀書 我們真的花了很多精神時間 體力 怎樣花了 半屋 已經有家長問我 要不要借地址 知道什麼 什麼事 原來我們為了子女的學習 我們可以 無論那個區多貴也好 我也要搬過去 為了學校網絡 所以這段日子 我也開始 為了大兒子 去選擇學校 選擇幼稚園 我拿到一本東西 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這本東西 都不知道有這些東西 或者不太覺得有這些東西 但我拿了這本東西的時候 這麼有趣 那本什麼呢 一本葵青區的學校的搜索圖教 裏面列了這麼多葵青區 這麼多間學校的評價 詩資 我拿到上手的時候 這麼好看 真的很好看 從看聖經也沒有這樣 看著老師的評價 我想找一間最好的學校 給我的子女 很想花自己的精神時間 體力 在當中 所以今天在教會 特別講到兒童 有時候我們都會想得很清楚 因為原來以前教會 我以前也目仰過一些水水人教會 父母很有權威 兒子回教會 那些人就回教會 也不管教會裡面 當然是很好 他們一片的單純 相信神會愛他們的子女 帶他們回教會的時候 那些子女就回了教會 他不是一個人回 因為以前的水上人 五個、六個 全部都回去了 到他們大概都很好忠心 所以看到以前父母 在子女裡面很有權威 但是今天 原來人在教會的時候 會看一看 你教會的兒童目仰 能給到什麼給我兒子女 課程 那些導師知 師知多好 我信心 把兒子放在教會 然後才回教會 當發覺 不太妥 又怎樣? 轉過來一間教會 因為那間教會 兒童事工做得不錯 那些師知多好 把信心放在那裡 所以原來 由子女做了主導 把子女成為了人的財寶 當然 我不是說這些 當然有些 ISSS 吸毒 我不贊成 但有些生命的追求 其實是好的 是否為兒女追求不好 不是 而是 我們要懂得 如何在主裡 有一個正確的追求 這是給我們一個好的幫助 這個之後會說 很想提出一點就是 無論在哪一個環境裡 你也是一個敬拜者 只要你生命裡 有一件事 你要去追求的時候 其實你就在這裡敬拜 所以跟你說 你是一個敬拜者 可能是你的工作 可能是你的家庭 可能是你的學業 我要去追求 我要去追求 我要把很多時間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時間表 如果你有Google簿 一天 一個星期七天 分三節 早晚晚晚晚晚晚晚 看看我們把時間放在哪裏 我們會用在哪裏 我們去看看自己 我們的心在哪裏 我們的財寶也在哪裏 哪裏 誰是我們敬拜的地方 所以鄧兄姐妹 當再問這個問題 我是否一個敬拜者 我們不是看一個 我們這些技巧性上的訓練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訓練 唱歌可以訓練 樂器可以訓練 在台上也可以訓練 我記得在台上 我自己也有訓練 我第一次出來 在當時讀神學 第一次出來嘗試學廣道 我講了大約三分鐘左右 然後我跟全班同學說 我可不可以再講過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然後再重新來講 很多這些學習 一直學習的時候 慢慢可以操練 這些可以在 操練回來的技巧 當然我們也知道 這些是很好 我再次強調 這些是很好 但我很想先去說一句話 就是什麼叫敬拜呢 敬拜是一種生命和生活的展現 生命的意思就是 人心裡的價值是什麼 而這個生活就是 我們如何做出來 我們的價值 如何配合我們的行為 去生活出來 這是我們每個人 每一天都會做 都會發生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都是敬拜者 我們再回來 教會這個場景 敬拜 就是敬拜 一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去想的 我們的敬拜究竟是 向人的敬拜 還是向神的敬拜 可以嗎 剛才用了二十多分鐘的時間 在說 我們每個人都是敬拜者 但再問深一個問題 究竟我們是向人敬拜 還是向神敬拜 一個向人的敬拜 我會形容 是一種皇大先式的敬拜 這很多時候都是我們 特別是我們香港人 我們一直在香港這個地方成長 以前我們都在接受 這一種信仰模式 什麼叫做皇大先式的敬拜 就是大家有沒有試過 劏雞還神 真的不要緊 為什麼我們要劏雞還神 是神在我們裏面做了一些事情 我們覺得可以 那我就去還神 但是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狀況 好像神沒有聽我的禱告 或者沒有聽我的神 沒有聽我跟祂說的話 我們就很難去感謝神 所以其實我們是被整個生活主導了我們 究竟我能否去感謝的時候 是在看著我 一來我自己的狀況 二來生活狀況 能否給我一個順景 這是很普遍一個皇大先式的敬拜 所以今天在教會裏面 我們有時候帶著這種生命 這種態度 咦?公司裏面的生意一般 講奉獻嗎?遲些先吧 讓我先做好自己的事情 咦?我兒女要考試 現在很緊張 我家要跟她溫習 回教會兒童崇拜 遲些先吧 我們會被我們這個生活主導了我們 如何去感謝 而我們在一個向神的敬拜 在說什麼呢? 我們先和真理有一個關係 我們在這個關係裏面 我們去面對我們的生活 再去感謝神 所以在我們一個向神的敬拜 在說一種 將真理融入生活的敬拜 對不對?將真理 我們在教會裏面 一直回教會裏面 我們會明白很多真理 會經歷很多關於神的說話 在我們的生活裏面 究竟能否融出來呢? 如何用法呢? 我們看看一個詩人的大衛的心聲 我們一起讀這段聖經 我的心啊 你當默默無聲 尊等候神 這句不錯 下一句是什麼? 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其實這裡說 當時大衛遇到一個被人攻擊的環境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做 或者他不知道怎麼做 他可以用假設掃羅追殺他 他可以用很多當時的約押 也有自己的方法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用人的方法去面對被人的攻擊 但他選擇 仰望神 這是他在生活裏面遇到一些狀況 但用真理去回應的時候 所以帶來的行動 所以這一句 我的心啊 你當默默無聲 尊等候神 就是祂的回應 可以嗎? 在祂的等候 所以弟兄姐 很多時候我們的等候 其實我們是向神的一種敬拜 我們是向神的一種敬拜 為什麼? 我們雖然這個世代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不同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告訴我們 但是我們選擇盼望我們的神 我們選擇不說其他東西 我們選擇等候神 同樣 在哈巴谷才知道 大家都很熟悉 我們要一起讀這些經文 1 2 3 雖然無花果樹不法王 葡萄樹不結果 橄欖樹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 但是什麼? 我要恩耶和華歡恩 恩我救我的神喜樂 很明顯看到一個狀況 環境根本給不到祂盼望 但是為什麼祂可以繼續等候 或者繼續向前走呢? 因為什麼? 我要恩我的耶和華歡恩 祂相信救祂的那位神使祂喜樂 所以祂能夠繼續向前走 這是一個向神的敬拜 是將真理融入生活的敬拜 是一路要調整 所以說到現在 這個位置很重要 就是我們很渴望去敬拜神 成為一個敬拜者 如何能夠有這種生命去生產出來 就是這個真理和生活 一路去調整 一路去磨合 有時候未必這麼快看到結果 但是我們也要在裡面 一路做不到事情的時候 就像詩人一樣 默默無聲 尊等候神 也有些時候會很興奮 我看到神的作為很開心 所以有些詩篇 有些詩篇 他們150篇 讚美得很開心 但是其實當我們去看詩篇 多少時候 詩人所發出的讚美 並不是一種興奮的讚美 而是在很多攻擊裡面 很多患難裡面 在病裡面 他們所發出的讚美 他們都在真理和生活裡面 一路去磨合 去調整 去需要時間 一定需要時間去調整 所以其實是一個經歷 這個經歷會慢慢培養 我們一個敬拜的生命 我最近很感恩 我考到車牌 不過也不是不過很好的 以前會覺得不過 有時候很難跟別人說這些 我考了四次 在於世界而言 四次 有些人說兩次可以 一踢過 不過不要緊 我很感謝主持在整個經歷裡面 其實第一次失敗 都挺灰心的 因為失敗的時候 覺得自己搞不定的車 第一 第二 我覺得香港的司機真的挺兇 很難 路上賺食 那時候 剛學的時候 有一輛保母車 在我後面 保母 照顧小孩應該很好 誰知道原來也挺兇 而且是姐姐 在我旁邊 在我旁邊 衝上安全島 她在我後面 因為我學車走得慢 姐姐受不了 在我旁邊 衝上安全島 在我爬我頭 衝過去 那時候 原來香港開車 要留意這麼多事情 其實 又要付錢 也不便宜 每次都這樣 考次又要付錢 其實也很灰心 已經不想再學 有一句 我又不是經常拿 然後 聖經很好 她說 贏得的婦人 在誰所持 耶和阿所持 我老婆在鼓勵我 繼續去學 繼續去學 不僅是去學 而是 繼續去付錢的過程 自己的生命 磨合調整 在說什麼 就是 我在問師傅 要多付錢 也要多報幾課 又要問很多師傅 有很多問題 如何可以避過很多問題 或者很多交通的情況 到 我剛才說考到牌子 這陣子很粗糙的 車老婆回家 我老婆回應 你手車也挺穩固 我心裡當然是 四次 你明白嗎 人們在經過的磨合中 有些事情會成長 有時候我們在神裡就是這樣 這個真理和生活 在磨合中 一直磨合 有些事情的人 確實有時候 真的做不到什麼 這陣子我更加聽到 一個名詞 令到我挺驚訝 人車合一 有沒有聽過 車人合一 原來是 在說什麼呢 我拍位拍極都拍不到 整天都不知道 什麼叫裸直 我上網看 原來一個名詞 叫車人合一 知道什麼叫車人合一嗎 三個字 駕駛多一點 你要操練多一點 感受一下 整個車的性能是怎樣 感謝主我開始成熟一點 好一點 車人合一 好像很高深一樣 但原來也是駕駛多一點 實踐多一點 等候多一點 行不行 在整個真理裡面就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信耶穌 要融入生活 我們教會很好 兩族四項 其中一個方向就是融入生活 要融入生活 說就好像很容易 要做就真的不容易 明白就很容易明白 但實踐出來 真是兩馬子的事 很簡單 大家有沒有試過生氣人呢 你家裡有些狀況 現在香港也很有趣 家裡有人不對 那是怎樣 伴出去住 不要再跟他接觸 很多這些說法 但我們在真理裡面教什麼 當信主耶穌基督 你和你一家都別得救 你要將你這個經文 這個真理 實踐在你的家庭裡的時候 要走多少的路呢 我們會不會因為 這麼難不做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會失去生命 我們只會和世界一樣 但有時候我們做的時候 也未必真的有事情發生 但是默默無聲尊等候神 我記得那時候 我和我爸爸的關係 很差的 我記得有一次很感恩 我帶他去信主 帶他去信主之後 我們進神學院之前 他拿刀想斬我 他說你真的要回神學 中毒了 那時候他威脅我 那時候可以怎樣 和他隻抽嗎 我有的 用來捉住他 不是隻抽嗎 就是保護自己 心裡想說很多話 就是默默無聲尊等候神 我爸爸現在相信 雖然他生命經歷了很多事情 但我很相信他在耶穌基督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他身上經歷了一些神跡 一路去信耶穌的過程 他都沒有反對過這些神跡 所以我很相信他現在都在神的手中 不過也想說回 原來我們在真理和生活裡面 真的有很多的配合 要去磨練 這就是我們可以敬拜神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一些心路歷程 因為在裡面 人會有很多的反應感受出來 所以神怎麼看呢? 我們一起讀詩篇五十一篇十七節 神所要的際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憂傷痛悔的心 你必不輕憾 其實在這裡說 神很緊張我們心裡每一個的感受 祂很想我們去分享 所以我們唱很多的詩歌 其實我們不只是唱歌詞 那麼簡單 而是我們有這個生命去配合 當我們真的不知道前路怎麼走的時候 主啊!祢是我的幫助 祢是我的盾牌 祢是我的亮光 這是我們從一個心去發出的敬拜 賺美 與此同時 43篇是一篇很特別的詩篇 他們說一群以色列人 他們的盼望回歸到耶路撒冷 但事情還沒有發生 他們怎麼唱呢? 我讀給大家聽 這句就說到 我走到神的祭壇 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 神啊!我的神! 我要彈琴稱謝祢 如果單單看這節的詩篇 人們會很開心 很興奮 很喜樂 很有盼望 但當我們看回整篇 43篇其實是很特別的 第一節說什麼? 我們一起讀 神啊!求祢信我的願 我不敬虔誠的國 向不敬虔誠的國 為我辨屈 求祢救我 脫離鬼詐不宜的日 明顯是有什麼狀態? 想人為祂申冤的狀態 心裡很多 真是奮奮不平 原來是這樣的 然後到第二節 43章第二節 第一句很好 是吧? 因為祢是賜我力量的神 第二句 為何丟棄我呢? 為何恩仇敵的欺壓 時常哀痛呢? 究竟是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詩人 然後到第三節 又很好 求祢發出祢的亮光和真實 好引導我 帶我到祢的聖山 到祢的居所 就這樣看起來好像很有盼望 到第四節 我就走到神的祭壇 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 神啊!我的神!我要彈琴稱謝祢 好像又邁向光明了 最後呢?我們一起讀吧 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滿? 為何在我裏面煩躁呢? 其實看到整個詩人寫這篇詩篇 又高又低又高又低 然後從醫學角度 這些是叫做什麼呢? 精神訓練 真的不是很正常的 那一刻又說很煩很煩 那一刻又很興奮 然後又很煩很興奮 但是為何詩人會這樣寫呢? 因為其實詩人寫這些詩歌的時候 他的目光不是放在人身上 他的目光是放在神的身上 是上帝使得他能夠有這份盼望 其實為何人這麼喜歡讀詩篇呢? 或者唱詩篇呢? 因為其實在詩篇裡面 很多的經文都在反映著人 有些不敢說的話 是一些人心裡面的說話 但是詩人就是這樣說 我主,你去了哪裡? 為何這些惡人還這麼橫行霸道? 為何他們仍然這麼得戚? 我會說這些話 其實這些是有時候我們的心聲 所以我們一邊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共鳴 所以甚至乎你們留在詩篇裡很多的詩 不是在一個很輕鬆、自在、很猶言、自得的環境寫出來 在被人追殺的時候 在病的時候 在沒有盼望的時候 他去唱出這些詩篇 所以我們看到原來 在人的心路歷程 當他由真理和生活 要去融合的時候 其實人經歷很多掙扎 人經歷很多掙扎 其實我自己很感恩 今天能夠站在這裡 為何這麼說呢? 我們去經歷神營會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一群的核心 都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原來人在這個社會生活 沒有了一個兒子的價值 從小到大 其實都是沒有被人肯定 沒有父親的形同在裡面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在我自己裡面 這個也很重要的 無奈在我自己一路成長的時候 我承認自己是喪失了這個身份 或者會否認這個身份 我會用很多成功的結果 去衡量自己的價值 究竟得與不得 但是當我一路回到教會的時候 或者在聖經裡面給我的提醒真理教導 原來我的價值不是從這個世界的人的結果 成功的結果去評價自己 我在神裡面 祂怎麼看我 其實這個好像很簡單 但是一路走到今天 我自己也一直在調整 所以原來一個敬拜 神很多時候都想我們 在這個心路歷程裡面 不怕將我們所有的狀況 向祂顯現 向祂求救 向祂求祂帶領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敬拜的時候 其實弟兄姊妹你們可以去哭 可以去笑 聖經裡面有很多人的敬拜 甚至乎 他反映的心態很生氣 弱難 但是他是一個神會使用他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很真實去面對 用自己的感受去面對神 所以其實很多的詩歌的歌詞 當我們一邊去唱的時候 我們都在反映著我們裡面的狀況 真理和生活必然會遇到挑戰 這個是在我們整個信耶穌的過程 會一直發生的事 會有很多的掙扎 有時候也會有些很好的情況發生 我也很感恩 其實我們真的在整個信仰裡面 會遇到挑戰 我很想說這個狀況 第一堂沒有說到 近日有一些街坊來到教會 來到教會的時候 他說 在他身處的居所附近 有一些教會去找他 他說 你回到我們這裡的教會 你不用回到那裡的教會 那些是一些極端的教會 不是我們所認同的教會 這麼有趣 他會這樣說 你不用回到那裡的 回到我們這裡的 然後街坊就說 我在那裡有很多朋友 我們這裡也有 街坊說 我在那裡受了浸 然後那裡的教會就 抓住那個人的手 沒有了 我和你騎過頭 你現在就是這邊的人 是這樣的 但是 在信仰裡面真的會遇到挑戰 究竟誰才是真的 不過這個街坊 一個八十多歲的婆婆 她說了一個很厲害的答案 他說 哇 神真的只有一個位 為何回到那裡才是 回到那裡不是 哇 是不是 多謝主 在我們父親教會 作教導的每一個人 可不可以給他們掌聲 你們的教導很重要 原來你一個好的教導 可以提醒他們 如何面對生活裡面的挑戰 哇 真是厲害 所以在生活裡面 一定會遇到挑戰 但是呢 我們的神 我們可以怎樣做 如果剛才的情況 上門踢鬥嗎 你為何要叫我的人走 哈哈 我們沒有這樣做 所以在真理裡面很好 我們給他一個生活 他知道 原來他真的會發現 誰是真神 誰是假神 誰是他 才會繼續放時間 去追求的寶藏 所以 真理與生活 這個是接下來 我們一直 或者今天 我也很想提醒一個方向 向神的敬拜 就是 我們在真理裡面 所以有時候 即使環境好 我們會感恩 環境不好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感恩 為什麼呢? 因為有神的真理 在我們裡面 我們所相信 我們的信心 是放在祂那裡 不是放在其他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發出感謝 最後 無聲 什麼叫無聲的敬拜 不是說我們不需要發聲 而是在我們的意志 在我們的態度裡面 我們由人的敬拜 轉向神的敬拜 凡事去仰望祂 並且 將真理融入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所以 弟兄姊妹 接下來我也想做一個禱告 就是我們去 立志 這個禱告 大家要認真去面對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當我們要去經歷 真理與生活融合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很多挑戰 不過如果我們不願意 去這樣經歷的時候 我們的信仰會很膚淺 會很快被世界很多的價值 去掠奪了我們 我們會離開神 而當我們願意 立志去經歷 信仰與真理去磨合 與生活去磨合的時候 確實有些時候我們是不舒服的 因為有很多我們裡面的東西 會被挑戰 會被挑戰 我們家裡的人會挑戰 好像剛才我們家裡的人 對人的挑戰 哇 回教會沒有大志 這是一個挑戰 你這麼年輕 這個年紀 應該出去賺錢 為什麼留在教會 是一個挑戰 很多不同的挑戰 但是我們在裡面 我們持守 有時候說不到話 我們說 我們的心默默無聲 尊等候神 我們繼續去堅持 在神的裡面 我們會經歷神 如何去帶領我們 我很肯定告訴你們 我們每一個相信神的人 神會供應我們 我們不會缺乏 我們未必會走世界的路 但是我們所經歷的豐富 是人生命裡頭的豐富 是一種愛的豐富 是關係的豐富 甚至乎真的在物質裡的豐富 但是這種的物質 是叫我們可以去祝福其他人的豐富 所以 這是當我們立志在神裡面 將真理和生活放在一起 去經歷的時候 我們會經歷到的事跡 我不會要求大家 立即出來或者有什麼回憶 我想先大家敬拜 在一首的詩歌裡 我們要讓神在我們的心裡工作 一會兒我們會再呼召大家 去做這個立志 我們在一個去敬拜神的時間 我們的眼光和心思 丹丹主是祢 我耶稣 随着离心旅动 甜蜜地零来充满我 放手为自己 抓住地 放手交给你 我的主 我愿是祢欢喜 对祢的爱 不断涌流 我生命栖心 全然为你 如同相高倾道 无悔的付出 只愿祢亲的满足 我生命栖心 全然为你 如同相高倾道 全心来献上 最深刻诚持的爱 我们一起起床 将我们的眼光 心思 带我们的家 给我们的一句 我的眼光 和心思 丹丹主是祢 我耶稣 随着离心旅动 天蜜地零来充满我 放下为自己 抓住地 放手交给你 我的主 我愿是祢欢喜 对祢的爱 不断涌流 我生命栖心 全然为你 如同相高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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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来献上 最深刻诚实的爱 弟兄姐妹很想邀请你做一个蓝字 无论你出来的时候 你是有人为你祈祷 或是自己祷告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蓝字 你很想将自己放在真理里面 经历在生活里面如何 真理与生活融合 我都邀请你来到前面 无论在家里的地方 在工作的地方 你很想去荣耀祂 在家里的地方 你很想我全家的关系 能够经历那种更新 在神里面耶稣基督请教祂的复和 你未必做到什么 但你可以有一个蓝字在神面前 这个是你 你可以出到你前面 将我们的眼光心思交给祂 将我们的意念交给祂 下来我们唱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唱歌 我的眼光和心思 淡淡注视祢 我耶稣 随着你心里懂 甜蜜的蜜来充满我 放下为自己抓住点 放手交给祂 这个交给神的生命 并不是一个冒险的生命 反而是一个很温馨 更有保障的生命 要会进入一个更大的保护里面 Hallelujah 我生命之心 Hallelujah 全人为你 如同上高祈祷 你可以请领袖 祝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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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 葛珍之地啊 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信耶稣 你都想经历这一份信仰的真实 跟随耶稣的保障 这样帮助我们在生命中坚强壮胆 你都可以来到我的左手边 我们很想和你一起祈祷 一起去南智经历神 若然你在你的身体上有软弱有疾病 今天我想将真理告诉你们 耶稣是医治的神 无论医生的报告说什么 你的状况是怎样周围的人怎样说 我们就将你的信心放在神的手中 祂是医治的主 所以来到我的右手边 我们会有弟兄姐妹为你身体疾病去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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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Hallelujah Shlagla shak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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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h Shakalata ілowfiel 今天的性命要對我們每個人說話 祂要將我們前輿的道路指引我們 祂會指引我們 不單止指引我們 會與我們一起同行 但祂會跟我們經歷生命的感恩 那種所發出的讚美 可能到最后的结果 并非如我们所愿 但我们会发现 原来这个是神啊 你最好的安排 是你的带领 是你的旨意 我们会去感谢 我们会去赞美 哈利路亚 我们会去感谢 向祂躺开 不论你对于现在境况 对上帝 任何的心情向祂躺开 交给祂 哈利励呀 悠上痛悔的心 我觉得主别不命爱 Sharaga La Ba La Shekala Shekala fulishe Oh, My La Shek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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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馬來 歇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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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逃避了十点的心 十点的心 我冷静了十点的心 我们今天的第二堂的崇拜来到这里 我们台前继续有祷告的时间 也有大英姊妹需要的时候可以继续留下 我们有代祷的大英姊妹会为你一起代祷 如果你是没有特别的需要的话 你可以慢慢地离开 但因为我们台前仍然有大英姊妹在一起祈祷 我们麻烦离开大英姊妹的时候 正正地离开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崇拜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很好啊 和你们交 不知道要和你们交 很安全 对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